口琴是由吹和吸然後才發音出來的 因為口琴裏面有黃片 即是很薄的黃片 經過空氣的震動 一吹或吸都是空氣的流動 會震動黃片發出聲音 這裡是二十四個洞 但每一個洞有兩格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片黃片在這裡 是相同的音程是相同的 換句話說是上下黃片也在這裡 使人們覺得有一種輕微震動的感覺 聽起來比較好聽 如果我們吹口琴 怎麼會吹呢? 剛才說的就是吹口哨 吹 吸 吹 空氣震動黃片就會響 口琴的音階的排列是 道理理法梳地排上去 因為黃片每一格之間的 距離很少 所以口琴動小小已經是第二個音 可以 可以 你做得多就變成吹了另一個音 做得多就吸了另一個音 所以我們吹口琴的移動很少 很輕微的移動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音了 口琴怎麼找到它墮出來呢? 我現在講的是二十四個音的口琴 你從左邊數起來 就是第九個音 就是那個道 從左邊數起 我們平常吹口琴的低音部在左手邊 歌音部在右手邊 這音是低的 所以低音部 如果由低音部出起來 第九個音就是那個道 容易找到出來 口琴 如果由低音部出起來 第九個音就是那個道 容易找到出來 口琴 口琴 已經是很準確的音是固定的 那它的音和鋼琴上面的音是一樣 譬如那個道 口琴的道 都是等於鋼琴上面的道 我曾經試過我吹口琴 另外一頓鋼琴 那大家吹個搭 或者彈個搭 那人的音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音調是固定的 由於它是固定 因為你夠音的好 不好 就變了一些音調有些不同 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情形 那麼 早期譬如有些人學唱歌 他們不一定在家裏有講琴 可以用口琴來救音 譬如找一個朋友吹他 或者吹他又唱那個音 你知道音是黃黃 這樣就不會唱到走音 口琴的另一個特點就是 因為很小 是世界上最小型的樂器 有些口琴比這個更小 由於他的體積很小 所以大肉方便可以戴在他的袋 或者一隊在他的手袋 帶著可以去旅行 或者去公園 你可以放在那裏 或者甚至上學校都可以放在那裏 有空就拿出來練習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口琴是比較容易學的 像剛才說的音是固定的 你不會說因為音未夠好 然後音不准 除非你吹錯了一個音 例如你吹一段 永遠都是這樣 如果你吹對那個洞 永遠都是這樣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其他樂器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普通一個口琴 目前的價格來說大概是10元 稍微可少少的就是20元 有些是50元 所以這個價錢基本上都 很多人都可以容易買到的 不需要特別去計劃幾個月之後才買 價錢都是比較相宜的 如果跟其他樂器比較來講 另一個就是我想說說 吹口琴是什麼年齡最好呢 吹口琴跟其他樂器有些不同的 因為吹口琴是靠口部的肌肉 此下就應用條理 再加上手勢就可以吹走出來 換句話說 它全部是肌肉的運動 所以無論是年齡大年齡小 肌肉都是這麼靈活的 不會因為年齡所謂大 骨骼比較開化 就比較慢了一點 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情形 這個可以說是吹口琴的特點 口琴是對健康是有好處的 因為大家知道 口琴是用呼吸來吹走的 一吹一級就會增強肺部肌肉的運動 可以說是一種肌肉的運動 可以說是對增強肌肉的肌肉是有幫助的 我們練口琴有些朋友說 他們說我不夠氣、沒有氣吹 我覺得如果多些練習 練習肺部的運動就會夠氣一點 吹口琴是一種肺部的運動 因為它是一吹一級 因為我們平時說話只是應用肺部的上部 因為說話比較簡單一點 用力不多 不需要運用肺部的全部 如果吹口琴有時吹得很長的音 比如說一吹一級是可以很長的 心呼吸對肺部的健康是有好處的 我從報紙上看到在美國有些醫院 和療養院開設了口琴班 每星期都集合一些對口琴、對呼吸 有興趣的人士在那裡練習 後果是非常之好 大家覺得健康之如樂是一種好的活動 我現在跟大家推走一首口琴曲 叫做熱剛小夜曲 有興趣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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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